我们都知道现在通行的是白话文 从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开始 中国新派的知识分子 要求把书面语改成白话文 其实中国文化传承上历来是言文不一 书面语通行 通行的是文言文 口语它其实一直是白话文 为什么说五四的时候会提出这么一个口号 并且现代汉语是用白话文为载体 这是有当时的时代背景 八国联军清华 甲午战争 连连的战乱给中国的统治阶层 以及知识界带来了一种忧患意识 他们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实行了洋务运动 去追赶世界的潮流 同时也在反省 中国为什么会落后 当时呢 中国人自己找到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文化 太繁琐 老百姓呢 学习文化知识不太容易 古文的训练 字又开盟 倒能够写一笔 好字 通读历代的典籍 它这个过程很漫长 那么针对当时的中国的现状 知识界发出了这么一股声音 从清末一直到明初 其实都有人在提 要简化汉字 要解开知识 对下层基层的老百姓 在学习过程中 能不能放开一些 那么最终我们看到的 五四运动提出来的口号 长远的口号 是要废除汉字 全面拉丁化 与世界同步 希望能够 进行一次文化上的大妖镜 那么书面语 改成白话文 这就让大部分基层的官员 掌握知识的难度 可以降低 把官僚阶层的平均的知识水准 或者说学习文化的时间 可以减少 那么尽可能的把精力 投放在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 尽快的改变中国 落后的现状 当时的出发点 其实就是这个 一百多年以来 我们已经习惯了现代汉语 我们已经习惯了白话文 我们觉得它在生活中 无处不在 甚至中共上台了以后 推行了普通话 推行了简化字 那么让中国的文盲 大面积的缩减 认识三千个汉字 就能看报 认识七八千个字 就自己觉得 能够写文章了 从古到今 我们可以归赖一下 隋朝出现科举之前 封建的这种环境 让知识呢 它是被大族 世家大族所垄断的 很多人因为家里有钱 家里有事 那么他可以大量的藏书 纸张被发明之前是组简 逃遍了就太远了 加古文那个我们就不谈 那么组简 不搏纸张 一步一步的进化 到了印刷处的被推广 那么知识呢 在社会上层 它是逐渐蔓延开来的 有一些 与富豪 与官员 与这些文人有交往 这些寒门数字 也有了学习的机会 但是他们不容易当官 因为他们没有上升的通道 很少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所以到了水场 开始实行科举 到了唐初的武则天时期 完善了科举制度 进行了藤木制 进行了胡明制 这样呢 在科举的过程中 造假的可能性 也被大大的降低了 因为你每个人写字 都有自己的笔记 那么专门有人去腾写 就掩盖了 参加考试的这些 书生的笔记 那么你从笔记上 无法分辨考生 名字再给你贴上 那么你就完全是 凭他的文章 来选拔 来选定 给成绩的时候呢 考官就不太容易 开方便之门 那么科举制度到清末被废除了 废除了以后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 叫做什么呢 叫公务员考试 它的性质上 跟科举是没有区别的 考试选官 是中国对社会的 国际社会 高峰 那么第二个呢 是考试选官 这个中国的科举制度 其实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先例 那么最后一个是民主选举 中国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看不到 估计短时间的也不容易看到 那么中国历来 是通过文言文 通过它优美的书写 通过文言文的流畅的表达 来抒发人们的情感 来进行对国家的统治 文言文呢 它比较简念 相对来说 也容易绕圈 一两个字 甚至读音上的差别 都能改变整个文体的意思 那么现在切换成白话文 感觉上呢 方便了很多 因为我们知道啊 在现代社会中 越简念 越民俗化的 这些命令 才能在第一时间 深入人心 起到迅速控制局面 甚至给人以警醒的 这么一条路径 你要是弯弯绕 写的云三雾造的 大家理解的时间 就会变得很长 执行 它这个过程 就会被拉长了 所以实行文言文呢 其实对现代社会是一个促进 它并不是什么坏事 关键在哪儿呢 许多不愿意读书的人 觉得文言文 都是糟粕 把它一概摒起 这个观念 其实是最有害的 因为中国文化 它主体是汉族的文明 那么历朝历代呢 它流传下来很多典籍 其中有一些 富有责理 另外有一些呢 它是前人总结的一些经验教书 包括各个方面 不仅仅是人文 那么你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哲学 没有政治 你可以这样说 不一定会有很多人跟你去吵架 但是你说历朝历代 总结下来的一些科学上的一些经验 哪怕它是用文言文学的 你是不是就把它丢掉 不去学习它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大家应该重视它 中国呢 历朝历代有很多龙学 工学 科学上的一些总结 包括武器装备的 一些描述 一些记载 其实呢 是很有用的 不能说因为现在通行了白话文 我们就把文言文丢在一边 不去管它 看见任何一个新奇的东西 你都感觉到一惊一乍了 其实这个就有点过了 你不管是孟希比坛 还是武经总要 它都记载了 一千年以前 中华文明中 曾经发现过 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教训 甚至一些科技上的结晶 甚至武器装备的制造 人家写得清清楚楚 只是因为你不愿意去读 或者说你读不懂 文言文只能说我们现在记得的 可能只是一些散文 朗朗上口 我们的兴趣 可能仅限于此 那么有文字记载以来 中国古代的典籍 被总结过很多回 离我们最近的一回 可能是四孔全书 当然了 很多人不知道 同时还有一个四孔禁书 所谓的禁书呢 它就不勘载了 它只列了一个名目 这些书被禁了 被销毁了 那么白华文通行了一百多年 大多数国人 都已经读不懂 文言文 你给他一本 你给他一本现装书 他也只能看他的 保存的品项 他的版本 作为一个收藏 白华文通行了以后 中国文化 其实它就被阻断了 许多年轻人都没有什么可以考证出来的文明 我们现在用的东西都是西方人发明的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不许多年轻人都没有什么可以考证出来的文明 你要是把它放大一下 它其实是人类社会中有记载以来的第一次发出的人权宣言 清末开始呢 中国有不少知识分子开始研究末家 我们知道末出于如 但是末家呢 他后来自成一派了 那么末家有很多典籍 末变 他就很有哲理性 甚至可以把它推导作为一套逻辑体系来 说中国没有哲学的 可以去读一读末家 说中国的科学发明 都无法考证 可以去看一看隐约瑟写的文明 西方人 都能静下心来 研究中国的古代科技史 为什么国人要网自匪国呢 白话文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变 给整个社会消除文盲 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 我们再也不用去学 回乡斗的回着 有几种写法 但是这些便利 同时也让人们忽略了 中国文化组 曾经有过的 曾经有过的一些高峰 中国文化能够延绵至今 它是有自己的耐力 它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一百年来盛行的白话文 它不能完全替代掉 文言文记载的 诗书典泽 工学的一些创法 科学上的一些创建 古人甚至记载了一些 完全是技巧 它违背科学的一些东西 现在很少有人去研究它 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我们读不懂 一百年以来 白话文的盛行 它是有自己的负面的影响 我觉得呢 抽时间可以静下心来考虑一下 有闲暇的时间 读一读古书 不仅能够修身养性 同时也能看到 中华文明的散光点